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肥黄天娥 現在台灣呢 他們低調抗共 在英文 事實上在二十大你都看到中國的外交 或者對台灣所謂的強硬性 開始修改 因為中共都知道 如果再強硬下去 它不是面對的 是台灣的壓力 是世界民主國家的壓力 為什麼會這樣說 簡單來計 就是金門事件 當不停的無人機飛去 開頭就扔石頭 昨天我做節目都講過 一天不閉嘴 就是用扔石頭這種方法 接著不行 接著蔡英文下 另開槍 結果另外一單無人機 航拍 金門的時候 然後台灣守軍開了六槍 哇 我要說得很小心 台灣守軍 不是一會就說國安法 開了六槍 都打不中 接著昨天正式 有一部航拍的無人機 被打中了 在這個環境 你說這些是民間的無人機 是廈門自發的那些人 其實你信不信 在中國來說 哪一道 你有無人機 起飛都要拿申請 拿permit的狀況下 有人可以在廈門 在古浪罪開始放飛機 放無人機 放無人機 去到金門 而中國不會干擾你 這個真是奇聞其事 但是你見到 蔡英文 這一種叫做 警告你 你來 接著開槍 開槍不中 再開槍 打你下來 就是說等於民主國家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警告 接著你的後果 接著我執行 接著到最後摧毀你 這個是一個步驟式 結果我們中國的解放軍 不存在領土問題 不存在 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擊落了一些平民的無人機 到這一刻外交部都沒有 嚴正聲明譴責都沒有 反而是一個胡錫進 其實你看胡錫進就知道 他說這顆是中國的領土 這些無人機是民間的 他走來拍是沒有問題的 即使是軍方 就是說解放軍的無人機 也都是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中國的領土 你們夠膽開一槍 我們就會實彈射擊 只要你打無人機 不理各方面 我們都會實彈射擊 結果蔡英文真的打了下來 胡錫進很快去右邊身 事隔24個小時 接著胡錫進說 中國人很多喜歡玩無人機的愛好者 在福建 在廈門都很多 那麼他們呢 這些是自發性 去這些 根本上就不用那麼緊張 是不是 你手軍打下來 其實 是不應該做的 但是他說 實彈射擊 實彈回擊 說打仗了 胡錫進 結果今天 就告訴你 這個是民間 的操作 不用那麼緊張 這些是自發性的 台灣的軍人 不用那麼緊張 其實他這種前面 即是說的強硬 後面放軟的 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 他現在對台灣一個政策的修改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 當你強硬 而你畫不到那條紅線的話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這樣那些人就開始 不聽你 不信你 不接受你的威脅 因為他知道你是假的 你要像蔡英文那樣 我警告 不行 扔石頭 不行 開槍 開槍不行 直接打你下來 這個就是這樣 而最重要的 第一次 開六槍 都打不中 之後蔡英文是找了 台軍的神射手進駐 是用神射手 啪 一槍打你下來 這個就是現在 蔡英文政府他所做的事情 而胡錫進 也都代表了官方態度 我們你試一下打下來 我們就實彈還擊 結果這些是民用的 不要那麼緊張 24小時的變換 二十大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是不是真的會繼續 今晚一人不收聲 跟大家說 很幸運 就是說 昨晚被禁 然後 我兒子半夜三更 由九點多 一路上訴 上訴 上訴 然後 拿新聞證據 就是說 我們說的東西 是源於哪條新聞 如果是假新聞的 不是我 大佬 是雅夫新聞 講馬斯克 放棄收集推特 這件事 結果 到今天早上十點 他們回我 就給我們 就是 在我的影片下面 你們留言 那 她的YouTube 會推片快一點 我昨天是第九次 被Band 其實那一次也是這樣 Band 了 跟着上訴 上訴上訴 第二天又再開 這次BANG了 上訴上訴又再開 我不知道Youtube跟我有什麼 有什麼瓜葛 但是都是這樣做 在這裡 希望大家給多點留言 因為越多留言呢 Youtube推片就會越來越快 多謝大家 拜拜